各位早安佛观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Q&A来回答一个蛮长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发在我们的早安佛观的留言栏里头 是直接寄到道场的信箱 所以我还是要 我觉得这真是很多人会关心的问题 这位朋友他说他是来自温哥华的一位佛观人 他前面有一大段 就是说他很高兴可以因为看到早安佛观 然后完成他多年的心愿 就在去年皈依了 然后今年受戒了 他很高兴 就是常常我们提供一些资讯 那么他说去年五月他就写过邮件 就问了一些问题 当时他等着要做一个手术 但因为疫情的关系就被delay 一直没有等到 然后他就 他写邮件来是问说 是不是他要送什么经拜经送经 才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因为那个手术应该也有一个急迫性 但是疫情又不能到医院去处理 他也着急就问了 当时他说我是在周三的 就像这样星期三佛教Q&A 在早安佛光里头解答了他的问题 他说好奇妙 我回答了 然后第二天才第二天 他就收到了医生的通知 说马上要为他做手术了 就排到了就安排好了 他简直太奇妙了 感谢菩萨加持 也感谢法师帮忙 如果有帮上忙 这真是太好了 那我也觉得听了 也是觉得是很奇妙的事情 好 那今年他说他有新的问题要请教 但我觉得他是帮很多人 问了一个大家不一定会用到 但是总是要知道的一个问题 是有关葬礼方面 人往生之后 这个身体要处理的问题 他说通常当然我们华人土葬 是最简单的 就入土为安 这是一般我们传统的观念 他说现在在国内 很多地方没有提供墓地 因为土地都不够用 这不是只有中国国内 你像香港新加坡 我都听到当地的人 都是这样说 好 所以他说他原住在国内 以前的 已经都没有土地 但就用 就是说提倡 骨灰 就植树 就是树杖 这是我们讲的树杖 在一个园林里 他当然是一定有特定的 这个墓园规定的地方 那有树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 规定一个地方去放 这个骨灰 那就叫树杖 也是叫做环保杖 那么现在他说 他那个居住的地方 已经改为骨粒 就是海杖 就是把骨灰要撒到海里面去 好 他这样描述之后 他说 他的父亲因为还住在老家 那父亲就跟他说 以后他要是离开人世 就海杖就好了 因为他不想浪费钱去买墓地 也太贵了 加上因为 我们这位提问的朋友 他是独生子女 所以父亲也不想麻烦 其他国内的亲人去祭拜他 而且相信人走了就不用祭拜了 他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这样 那我们这位朋友 他也上网看过一些佛教的视频 有些视频也提到 其实我们的身体只是一个外壳 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这点还不够周全 怎么会没有用呢 让我们这一生的牲口一照做 可以做好事 可以说好话 可以存好心 只要你给他用的好的地方 不是没有用 这个还决定了我们往后 往更好 更高能量的地方去 所以我是觉得说 可能因为文字表达也不能那么周全 所以他说这个身体没有用 就是视频里头说 我觉得不是那么周全 好 那么总之四大甲合 让我们借甲修增 增有用的 好 那么他就问了 他说 因为他看视频各种说法 他说是不是人走了 真的可以就把骨灰扔了就可以呢 还是非得要土葬呢 扔了这个 这是关系到 我觉得基本上 你是扔谁的呢 你自己是扔不了你自己啊 那你去扔谁呢 你对这个生命 如果还存有一点点的尊重的话 包含一点点感恩 感念的话 你怎么扔呢 你不能把它当垃圾啊 那是我们的亲人啊 所以我觉得 可能我觉得是数珠文字 没办法那么周全啊 所以你说的扔是说 扔到海里吗 即便是扔 你用形容叫扔 其实树葬 你是那样子的那种心意 那样子的虔诚 那样的感恩 去进行树葬也好 或者你一样这样子的 恭恭敬敬的 真的是毕恭毕敬的 这份心意 然后海葬 进行海葬 是洒到海里头去 不是一人了事这样 洒到海里头去 我觉得我们并不是在 解决一个麻烦事 扔了算了 不是 那是对生命最后 最后一点点的温存 一点点的感念 我觉得不是用扔 是洒到海 而且这个海域呢 是要由墓园公司 帮我们去申请 就是说它不是说那种 一般的人在后面 自己的湖里头游泳的 在那里 怎么样 让你骨灰都去撒 是不行的 它是有法律规定的 海葬这些 还是要有符合当地法规 规定距离哪里 多远 如何 撒的时候 这船要停下来 是要可以停 不然的话 船在行走的话 就绞到里面去 所以它在哪里 是可以让 那您后面也问说 可以进行诵经仪式吗 当然是可以的 而且您可以 一路为他念佛 包含 或者您有念佛机 你带着 一路播放佛号 这是对他 真的是 送他最后一层 给他一个祝福 所以 我觉得 不一定用土葬 现在也有一些 因为我们沃泰华 也有佛光墓园 所以他有土葬 也有 土葬当然就是 整个棺木要进去 那也有火葬的勘位 勘位也有两种 一种就是 是入到土里头的 那另外一种是 就是 好像一面碑墙 那一格一格的勘位 像这样子 就个人的 这个喜好不同 有的人就觉得 我就是要立起来 不然等一下下雪 给我埋到了 盖住了 如何如何 个人想法不同 但有的人就觉得 我就是要入土为安 其实呢 其实你埋葬的 不是 不是这一个人 不是这个人的生命 哎呀 那以后他就住在这里了 其实不是 我们在诵经 只是在为他说法 为他做引导 真的 说婆 真的是一个五着二世 大家也看得到 变化的速度蛮快 所以应该是引导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到净土 那么真的轮回路不好走 除非你真是趁愿再来修行的 那就有的修哦 所以这个 我想您提到 因为谈父亲的这个处理 那父亲个人的意愿用海障 那你就要跟这个墓园公司 要联系好 他说海障会怎么进行呢 那作为晚辈应该怎么样准备呢 等等 你可以去了解 那是可以海障 但是心态上 我并不是一了百了那种方式 我相信您也不会 因为您说您是佛光人 我对佛光人是太有信心了 做好事说好话 存好心 这个是基本的涵养嘛 深口意 充满了一种善意 一种善念 与人为善 更何况是自己的长辈 好 那另外您 同时您就提到 说您有一位西人好朋友 那就是洋人 洋人朋友 那他也因为疫情 去年的时候走了 可是因为他跟家里的关系不好 所以他的家人 都没有为他办理喪事 所以到现在呢 他的骨灰 有一个骨灰 一个盒子 还放在车房里 真的是 我这一次听到这样 还放在车房里 那您说 这位朋友说 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因为我们这位 温哥华的朋友说 梦见几次 这位往生的朋友来说 他还没往生 他还没死 不知道是 就好像托梦一样 说他还没死 他说是 他日有所失 夜有所梦呢 还是他真的抱梦啊 这样 他说 当然我们这位佛光人 也跟他的孩子 这个反应呢 解释了好几次 但是他们就是 没有打算做什么改变 让他觉得很懊恼 就是他问了 我们这位佛光人问 说其实是否 非得要葬了 才好 还是我太执着呢 日前其中一个 他的孩子 问我是不是可以 撒到海里就可以呢 刚好是我父亲说的土葬 海葬 这是同一个问题 要是真的可以 是否也可以在当时 做一点诵经的佛事呢 好所以这个问题 土地是只有越用越少了 所以这方面 有一些人他就会说 那我应该早早 好像预约净土 先把这个后世 自己处理好 免得给这个子女 晚辈在那里为难 自己处理好 那当然是最好 那么另外就是 是土葬 火葬 树葬 海葬 这都是葬礼的一种 那你只要决定好 哪一种都是 就是对于生命的一个 修止符 一个据点吧 也是尽心尽意这样子 那您问说 你朋友的 那位往生的 西人的朋友 他的孩子在问 是不是可以海葬 其实当然是可以的 就是我总觉得放在车房 总不是办法 这个 如果你说像有些人 他说 我是要带到 回到国内的 那但是现在疫情 不能搭飞机 暂时放在家里头 这个 哪一间房 或者哪一个 甚至有的是有 书房 或者有佛桌 等等 都可以的 放车房 这是有一点 这是好像应付感觉 这个说不过去 听了也有点过不去 那总是 如果他的孩子 已经打算要处理了 选择海葬也是OK的 那当然您说 当时是不是需要法师诵经 其实 如果是一般 这个搭船 要去做这个海葬 对我要跟你的朋友的小孩讲 不是他随便找一个地方 这个盒子抱在那里撒一撒 就算了 其实不是 最好是 还是要跟牧原公司联络一下 海葬应该怎么进行 这个在牧原公司 他们都会协助的 那不是自己去私下 就丢了 到了 就算了 这个是不能做违法的事 要提醒他的孩子 我想你也不是说太执着这一方面 我觉得 对于我们用了一辈子的这个身体 最终要给予一定的尊重 更何况 其实往生的人 他的意念到达哪里 就是他的理解有多少 比如说 这往生的人 他生前 如果他口上 他说 我才不在意 到时候给我喂鱼算 比如这样 你不要给他真的烧成骨灰 拿去喂鱼 他是很在意的 这个是看程度 你像有的人 他真的知道 世大都是暂时组合的 就回归于这个还给天地 那还能够有什么节缘 有什么作用吗 很好啊 这个海障 那海障不是说把身体丢到海里头 他先火化 火化之后骨灰 按照墓园公司的安排 有这个船 特别在什么时候 距离多远 然后可以进行这个仪式 或者杀这些 所以他总是 他自己是知道的 有一些真的有学佛 是很豁达 看开的人 他真的觉得身体用了 我的下一站比较重要吧 有的人要到天堂去 有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建土去 有的人发愿 趁愿再来 这身体就防止用了 就坏了 坏了就回归大自然 就他真的心中是非常理解 但是有的人呢 如果他不理解 而你又这样子没有尊重 他也是变成产生一种 比如说他不高兴 颠倒了 这个也是影响他往后的路 所以我想基本的感念尊重 就算这些全部没有 那就基于基本的生命的感念吧 那总是要完成一件事 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就 先这样子回答了 就有关葬礼的这一部分 多种方式 你可以决定 但是真的还是要处理的 事先可以安排好 那是最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预约净土 好吗 今天就先这样回答 祝福大家 佛弥陀佛